大家好 BOSS放雙手吹口哨套件 運用在工作上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不妨 多多利用 因為可以節省能力 好那我們現在來開始介紹這個燈光 客人遇到一個問題 他們拍照的時候他的那個採光都會有出現這種很可怕的影子 那造成了他很大的困擾 那麼包括有人匕首是什麼的 都會有影子出現 那麼這個時候怎麼解決呢 我們就加樓光 那樓光的方式有好幾種 有樓光布 樓光紙 那我們樓光布套上去之後呢 看一下他基本的一個效果 能夠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這個布做的尺寸非常的緊 非常的延實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麼我們剛看到的那個樓光的效果呢 剛剛是硬光我們現在樓光 好各位看一下影子就變得不一樣了 影子就柔軟了 比較soft 但是要做到全部沒有呢 就要犧牲一下光源 再加上這種 樓光閃 樓光閃加進去之後呢 影子幾乎就消失不見了 但是他需要的深度呢 場地呢 就會變得比較大一點點 需要一點點距離 讓他產生效果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 再 簡單一點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樓光紙 樓光布再加樓光紙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效果 好 他 有效的讓光線呢 變得比較柔和 那我們這邊再繼續加下去 我們一張一張加 來看看他的結果會有什麼變化 有點非常的刺 500瓦 好 再加 多加個幾張看看 一次給他加到底 事實上還是要距離啦 因為這個還是太近了 能夠挪個大概 一公尺左右 那個效果超好的 可是現在呢 沒有辦法 我們那個 客人他的 前面是玻璃 那我們只能用這個 請那個裝潢公司 或者是我們去貼這個東西 效果就出來了 但是到這裡就不行了 整個都是 柔光 這個效果應該很顯而易見 很明顯效果就出得來 好 那我們現在要再把它撤掉 把整個撤掉 500瓦真的太可怕了 眼睛會瞎掉 喔 你看 有效的 讓我們的那個光線影子呢 剛剛在這個位置是沒有什麼影子的 可是硬光打下去 這個影子實在非常的嚴重 好了 那我們的手段就是 利用 這種 這種樓光 布 還有 樓光紫 還有 我們的 樓光閃 這個可以當反光用啦 這個就非常的明顯 小小的一把很便宜的閃呢 卻大大的有作用 謝謝大家 那麼 如果遇到 你的彩光照明呢 在拍攝時候呢 出現了大量的影子 不妨利用這樣的手段 謝謝 停止錄像